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ipple公民新闻报 台湾虽然已经实施了线索政策 但是在超市购物 塑料包装的产品依旧泛滥 根据统计 平均每个人每年用掉六百六十个塑胶带 充施着要需要过度包装的商品 麻烦所统计 去年一整年 国人官司使用塑胶的量 卷用掉一百五十二一个 平均每人每年使用六百六十个 像目前超市逛的时候 有时候都一大卷都是塑胶带这样 其实真的蛮不环保的 看有些婆婆妈妈还会就是 明明直接买一个东西 可是卷一堆塑胶带回家 预算和平在本桌发起人数 要求各大超市卖场提供更多 认真的购物选项 希望可以集中生意 呼吁更多企业以及民众 重视减速议题 其实在诉求面上 我们很希望超市首先去盘点 他们每年使用的塑胶量是多少 并且找出可以优先减少的部分 是跟更多的供应商 或者是合作厂商一起去思考 有哪些新的方式 可以去取代 现在大量使用一次性包装的方式 尽管社会大中逐渐只有环保意识 但实际在执行减速计划时 贴代品的选择以及承办的控管 准是企业所考量的因素 台湾最大的有机通路 两人 从三年前开始改用生物可关节数量 取代传统包装 推出深线素货无数软卖 并积极与厂商合作 开发减速产品 塑胶包裁的确它有便宜 是轻 然后就是密封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当我们想要减少塑胶这件事情来讲 我们就要寻找替代的材质 像生物可分解代 它的成本都是原来的两倍 塑胶制品方便又卫生 但远远超过大自然可负荷的程度 无论是企业还是民众 都应该拒绝极弃塑胶的潮流 改变习惯 一同实现减速生活 退销后的生活也可以很精彩 宏道老人基金会推动 让长辈登上小巨蛋表演的计划 许多长辈卖力练习 亮丽登上舞台 也开创了新的生命价值 几天时间当落不久 最终成立了一种小巨蛋 以学长辈将写写的 写刺化的目发 摇摆神经 所以是新的事用 跟民主社区提点 社群长辈们 迎加上台业的机会 为了向前提债 参加白党会 准备大老人基确基金会 举办的金钞白党会 从全台社区 擦拳引法独队舞 统统演出分舞剧 听像你讲 我是没跳过舞 你看左脚右脚 脚学好了 手又举不起来了 是打了牙子上架的 这些长辈可能 他们退休都二三十年 在家里可能是面对了房子啊 每天是看电视 不然电视看他啊 都在家睡觉啊 不然在几个夜走出来 九九只脑也退化了 很多身体也都退化了 那你把它集中到社区来 一起活动 经关体能 精英力不如年轻时候好 这些长辈们不曾放弃 他们从鼓励中获得认同感 好着坚持不懈的练习 突破生理上的限制 不仅更健康 也再创属于自己的人生性价值